民進黨積極培養青年世代 更要拿賴清德部分選舉補助款 用來培育黨內人才 20號公布美德青年育才計畫 40歲以下 那具有民進黨籍的政治工作者 只要政治工作的資歷 年滿3年都可以申請 原本是用對象 只限中央黨部青年黨公約100人 但賴清德親自拍板 地方立委議員等青年幕僚都適用 粗估符合條件人數將達1000人 補助方案包含短期專業進修 國外交流可以申請機票補助 還有碩博士班進修 其中最高國外博士班獎學金補助 30萬每年一名 黨內青年躍躍欲試 我自己會申請 因為目前我也有在進修中 那因為就是想說 可以多充實自己 那我覺得這個方案很棒 就是可以鼓勵我們這些青年 再多去進修一些 比較深度一點的 大選過後民進黨更加積極 年輕化培養年輕族群 十九號在高雄舉辦首場 青年黨務革新座談 找來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負責網路空站的副秘書長翁士豪 還有青年部主任 阮俊達等傾聽基層青年聲音 二十一號二十二號 還會在台中跟台北再舉辦座談 新聞部也將開直播 跟網路青年直接對話 中央黨部和地方 應該要更密切的合作 然後來支持更多的年輕人 投入政治工作的崗位 這樣我們放眼二零二六 才會有更充足的團隊的戰力 民進黨多管齊下 不僅要培育黨內青年 世代人才來接棒 更要加強綠營青年族群支持度 再來一次王毅川英國台北參謀島